打扫一下犬舍 然后看花花的新温度 加了 是谁说在家花花没有脾气的啊 就这小性格是不是花花 哎 特别棒啊 小黄我在给你打扰犬舍好不好 不要捣乱 你看看 现在兴奋的 再给你打扰犬舍了 咱家小黄这个性格真的是特别猛啊 你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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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在那切一绳换 那是绳子 咱们今天阳光没有卖带着花花 出来散开心 因为他这几天 每天晚上只要他一出来雪豹 铁袋 小黄都会欺负咱家花花 所以今天 把它放出来玩耍玩耍 然后再让大家就是看一看咱家花花 最近的心态 性格怎么样 花 来 哎呀好搞 好搞 哎好搞过来 我发现人家花花对天人的这么感兴趣了 好搞来 好搞 来来来 带带带带带 别干花花是个小女生 见过有这么猛的小女生吗 咱家花花现在出来了 咱家花花现在七个月八个月 然后现在就是花花每天晚上都会受委屈 咱们今天把它放出来 给大家就是喂一顿美菜 就是几个小鸡 然后咱们再让他跟小黄 这个感情培养培养 对不对 因为人家充裕小 青梅猪马长大的 咱们不能让他俩看着就是 互相残杀呀 对吧 所以咱们一定要把他俩的关系给搞好 然后咱们一对一定要和谐好好的 对不对 所以咱们现在也给花花锻炼了 咱们去给他拿几个小鸡 让他就是开一开胃 开个小灶 好不好 现在去给花花拿吃的啊 一个小鸡 花花从小吃饭就喜欢叼在这个草皮上吃 看还叼着 这样了 然后这里边这三个小鸡 咱们拿一个就是 给他爹吃一个 看他爹还会不会接 来吧 这样了 平常吃饭就是吗 一口干完 参加花花吃饭也挺解压 这家听着这个声音 又解压 那个 睡觉的时候再听那个声音特别有助那个睡眠 你看花花人家是小女生 吃饭 从来都是细胶慢咽 不像现在的 黑豹皮特他俩吃饭好大了 就这一口鸡一口干完 因为人家 毕竟那个大是不是 人家花花还小 来花坐下 好搞 坐下 别动 对 你看这样的花花气质就是不一样啊 好搞 你看这大雄花 真漂亮 这小樱桃嘴 咱家花花是皮特 和小白的完美结合体 来吧 吃小一点不要吃那么大口 一会噎到 好家了花花吃完了 这么快没了没了啥也没了 不能给花花吃太多 阿花听话咱不吃太多听话 这家本来小黄 要进来花花吃完饭拉着小黄要进来 花花一个回头上 看看又要找事了 不要找事啊 哎 没想到咱家花花现在还想干小黄了 好家了 花不要跟他一般一样见识啊 花见了小黄直接想踢小黄 现在没事了啊现在说花花来几句花花好多了你看看 对你俩好好玩多好对不对 从小一块长大的花花现在在帮小黄 解牵引识 好狗好狗 花这个甩头特别漂亮 你看小黄的尾巴 这家 这家 直接立起来 小黄这个样子太绅士了吧 黄 阿花 花花现在一直在转圈 我看你能转到啥时候 那个盆里边已经没有了还在转圈 阿花 里边没有了话 不要吃太多好不好 花花现在不踏腰了啊 之前好家了肥子都踏腰了 现在好多了 咱家小黄那个体重也正好70多斤 咱家花花现在最起码60多斤吧 花花 记住啊 你后边那个大大黑的 黑色的 那是你爹 以后在全社 受欺负了 就找你爹好吧 以后你爹给你撑腰 好不好 看 花花也是很漂亮很可爱的 这小嘴一伸 哎小樱桃嘴 怎么完美吧 然后咱们现在给花花整回去 你看他胸前 加了还有肌肉了 给他整回去给他喂点水 小家伙们睡着了小家伙们 嘿嘿 醒了 睡吧睡吧没事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俩睡觉了 睡饱继续睡 听话 这是人家铁带今天怪又在呀又在又在了 啊 一定要让他有个就是 环境又卫生的这个全社 将来今天特意给他 铁带打草的 是不是 咱们家花花 今天就是给他这个奖励就是为了鼓励他 因为他每次出来好架了三个公公 带着花花出去玩耍 然后花花也特别配合也 特别就是 乖巧特别懂事 好不好 行了 咱们今天视频就翻到这里 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